我覺得IG真的好危險喔 就是聽起來就滿合理的 您早上發那個線動到底是 因為我今天來上班的時候 然後就是我的工作人員 後來樓下接我嘛 他們說那個老闆你今天那個線動是 我說什麼線動 他說喔 然後我進化妝間的時候 又有另外一個員工說 老闆你今天發那個現實動態是什麼意思 我說什麼現實動態 然後我就說到底是什麼現實動態 然後他們就說你自己看 然後就是一個我也不知道 那是什麼東西 灰的 一個灰色的毛衣嗎 還是TG 我不知道 可能就不小心按到了 然後他們說你是不是不敢按到 我說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怎麼發現實動 結果就發生 妳早上有沒有發IG 我早上有大便的時候有看一下 有看Instagram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發IG 不是 怎麼發生現實動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搞的 那那個很像 往右滑 所以這就很危險啦 我不知道 都不小心發出的東西 大家是覺得你怎麼了 然後因為好多人就跟我留言 然後就是發那張照片 然後下面寫問號 只有我一個Soulmate 給我一個很棒的答案 他就是傳來那張同一張照片 然後下面說 好看 讚 什麼 你怎麼說 我的天啊 好幽默喔 長得很可愛 長得很可愛嗎 誰 誰 Kenn 阿Kenn 他哪好可愛啊 對啊 他哪好可愛 給柳丁可愛吧 他不可愛 Kenn哥耶 Kenn哥 如果柳丁跟阿Kenn你沒有誰 阿Kenn 對 阿Kenn 等一下 我問一個問題 請問有說要幹嘛嗎 你怎麼可以就做選擇 吃飯啊 吃飯啊 帶他 帶Kenn哥出去比較有面子 而且他可以聊得很多 對 好啊 你現在去吃啊 等一下 我要... 拉路啊 我故事還沒有講完 好 然後 結果他就跟我說 他就是都沒有用那些社群 然後因為他給我的理由 我覺得很合理 就是 我就覺得好吧 確實是他有發生過這樣的案件 案例那不用也很合理 我就沒有懷疑 但是人就是真的不能做壞事 就有一天 我有一個朋友辦生日 然後我就去了嘛 那去了以後就會閒聊啊 受情人 我說你最近有沒有對象 我說有啊 我最近有一個很不錯的對象哦 然後應該快要在一起了這樣子 那當然大家都會起哄 要看照片 然後我就拿出了他的照片給他看 這時候呢 因為是生日會嘛 所以除了朋友之外 還有他有一些 我不認識的朋友 然後就有另外一個人看到 我湊過來看以後就說 我認識他耶 他是我朋友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世界好小哦 有沒有很開心 想說可以聊一些他的事情 結果他就立刻說 可是他不是要結婚了嗎 啊 我就大傻眼 然後 對 然後我就 他才他就開他的IG 跟臉書給我看 難怪他不跟我 他根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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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告訴我他沒有 是因為他的那個臉書 不是有那個 可以那個感情狀況嗎 他就是已訂婚 對 有未婚妻 除此之外 IG跟臉書照片 都是他跟他未婚期的 難怪他不給我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怎麼會這樣 因為他就是一個 很乖的上班族 他真的是每天 早上九點上班 六點下班 一定跟我聯絡 就是那種感覺很穩定很乖 然後隨時你要跟他見面 他都可以的 對 他都一定會回 回得也很乖 那這樣真的會相信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說 很多人都說演藝圈很亂 上班族才亂 上班族才亂 是唯一一次 我還有 其實還有第二次 沒有 妳還來啦 我還有另外一個 而且這個男生超俗爛 因為那時候我當下發現之後 我就立刻訊息他說 我遇到你朋友 那我還傳跟那個人的自拍說 然後他跟我說你已經要結婚了 我也看到你的臉書跟IG了 那我就想說 應該他會回我一些東西吧 結果沒有 我就從此以後被他封鎖 在你有沒有看過什麼 臉書也封鎖 IG也封鎖 電話也被封鎖 什麼LINE 全部都被封鎖 這是他的處理方式 對 直接消失 他會痊癡 他就怕你找到他會痊癡 超可怕 可是我沒有 可是我覺得他除了這個方法 也沒有 其他方法可以 就是妳講什麼好像也 道歉啊 對 至少要說一聲 對 我其實也是想要他道歉 可是後來想說算了 因為反正我們還沒有在一起 對 我們還沒有在一起 那時候才 那個認識大概兩三個禮拜了 有 驚險喔 所以一樣是 當過小三還是 就是有一個男朋友 他其實就是也是上班族 然後最可怕的小三的就是 對 對 這一種就是 他會跟你說什麼 你都會覺得 他是因為工作 對 他就說我是為了工作 然後你要是鬧 他就會覺得你無理取辣 所以我在工作 對 上班族那種旁邊 有那種同事 真的是很容易當小三 因為那一次就是 他們也是真的是很大辣辣 因為就是剛開始跟我在一起 男朋友就剛好下班 他就說 那我今天帶一個 跟我很好的女同事 我們一起去吃飯這樣子 這麼猶豪 對 然後 但是他就說 這是我很好的女同事 因為我想說 因為上班大家有男有女 應該也很正常吧 然後一桌下來吃飯的時候 他們就點炒飯 女生就點炒飯 然後 對 上面就有很多蔥 然後那時候我男朋友就 你怎麼吃到這麼細啊 點炒飯跟很多蔥 真的 我跟這題是因為 因為我男朋友 幫他把裡面的蔥 一個一個挑出來 這有問題 這一定有問題 對 然後在我面前 他說 我知道你不喜歡吃蔥 所以我把蔥全部挑出來 然後就 對 那時候我就說 公司的同事怎麼會這麼好 然後 那個女生是什麼反應 就是很理所 我當然就 謝謝你 這樣 那時候我是也沒有想太多 我就覺得 應該就是上班同事 同事之間的愛而已 但後來就是 他們還要出國去出差 對 而且我那時候 我那個男朋友他就說 我要出差去 然後我就說 你要跟誰去 他說 因為公司就我們 我跟上次介紹 有介紹給你那個女同事 我們是一個團隊 所以他那時候是不是在鋪路了已經 我那時候真的還不知道 但後來我才知道 就是他們在做一些有的沒有的 但因為他那時候就跟我說 我們一定要出餐 因為是公司的事嘛 就你真的也是 也是不能說你不要啊 就他們兩個單獨嗎 對 他就說 因為這個經費有限 所以只能兩個出去 然後你還相信 你都已經看過挑衝的畫面 那時候就覺得 公司的應該是不會怎樣 而且他有說 他們會分房稅 那是男生 是嗎 結果 經費都不夠了還分房 可是我那時候有打電話過去 他就是視訊的時候 旁邊就是也都沒有女生什麼之類的 他就先躲起來 他在浴室裡面呢 他在浴室裡面洗澡 被廁所啊 真的 你反應真的很慢耶 我反應是真的很慢 那時候 OK 這樣子就可以 然後結果回來的時候啊 我就是在幫我男朋友收拾行李嘛 然後行李就翻一翻 就是我以為 我就以為他是不是想說 買給你 之類的 對 然後我就去問他 但是他沒有說什麼買給我之類 他講了一個 我也覺得 就是那時候我怎麼會想 他就說 因為那個女同事的房間 剛好熱水沒有了 那會乾的嗎 真的 然後收拾行李 沒有了 自己信 沒有 熱水沒有 所以他要來到我的房間洗澡 什麼 這個怎麼可能 對 然後他就是忘記了這一個東西 然後他可能收拾行李的時候 也沒有注意 就是一堆衣服全都丟進去這樣 我覺得是那個同事故意放在那裡 我也覺得 有可能 因為你故意 他想要跟你那個宣展的 我那時候也不知道 我就想說 喔 是喔 然後重點是我就是 妳還相信了 對 我還相信 然後那時候我男朋友就跟 都還跟我說 那妳平常會手洗內褲 妳順便把這一件洗一洗 妳還手洗 還要洗內褲 我還手洗了 把這件內褲洗一洗 妳幫小三洗內褲喔 天啊 我把他洗香香之後 然後給他就是說 那妳可以還回去 妳的就是女同事了 然後後來就是 過了大概就是也是一年時間 那我就發現我的男朋友 因為平常手機 已經印 過了一年喔 對 過了一年 然後他手機裡面就是 有時候都會出現一個 牛肉麵的電話 就什麼美美牛肉麵 那個是我們家附近 真的有這一間店 然後那個電話就很常 在手機會響 但是我就說 那妳怎麼 怎麼愛吃牛肉麵 對啊 為什麼 老闆娘為什麼那麼常打給妳 對 妳說牛肉麵 老闆娘不會打給妳啊 對 她就說 因為最近我很常去下面吃 那我跟老闆娘混得很熟這樣子 這還是很乖啊 對 老闆 老闆娘 打電話 後來我才發現 因為就是 就是真的經過很久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美美牛肉麵 那不會還去直問那個老闆娘嗎 沒有 我就沒有去問 妳剛剛 妳剛剛 反正度 她絕對會講說 是沒事的 老闆娘妳穿定制褲嗎 我那時候什麼都沒有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跟男朋友就給我一個 我覺得很合理的理由 不合理 對 反正他就是說 他就很常去 所以老闆娘一直想要找他聊天這樣子 然後有一天呢 我就 趁我男朋友睡覺的時候 我就真的是想說 那我接一下好 不然我 反正我也認識老闆娘嘛 然後我就一接 然後 她就說我要找誰誰誰 我就說 她在睡覺喔 然後那個 那個妳 對 對面那 就是話筒那邊的女生 她說 妳是誰 因為我就想說 應該老闆娘是誰 老闆娘哪會管這個 對 而且聽起來 就不是老闆娘的聲音 聽起來就是 那個 對 年輕女生的聲音 應該就是她之前介紹給我的 那個女同事 超重女 對 然後後來這件事之後 我跟妳說 等一下 她問妳妳是誰 妳說什麼 她 我就說 我就說 我是她女朋友這樣子 然後她就一直說 我要找她 我要找她 我說她在睡覺喔 然後我說 我真的受不了了啦 妳在說什麼啊 妳什麼時候才可以爭氣一點 但妳不知道性感到什麼程度 到後來之後 反正 她可能晚一點 有在打電話給我男朋友嘛 然後可能講到 就是可能 我有接到電話了 然後我男朋友就嚇到 因為她覺得我平常是不會 做這樣的人喔 然後結果有一天呢 晚上我真的覺得很可怕 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我才就是跟她分開的 就是晚上的時候 我就覺得 她就給我喝酒 然後我喝了一個飲料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喝一喝 然後我就覺得 那天真的是 妳還沒下藥 故事太離奇了啦 真的 我直接睡到隔天中午 她給妳下藥 你知道我後來才發現 她在我飲料裡面 放安眠藥 好變態喔 我是說真的 是真的 妳要幹嘛 因為她不想要 對 她知道我會拿她手機之後 她就害怕了 她就裡面放了那個安眠藥 因為她知道我很會 就是我吃那個我很會睡覺 她該不會是每天都放吧 沒有 就只有那一次 因為我後來就是隔天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平常就是不會睡這麼沉 然後我就是 中間其實我醒來一下 但是我瞬間又睡著了 我平常是不會這樣的 然後我就想到她之前有說 她因為什麼精神的問題 去看了那個精神車 用她安眠藥 我想說她裡面 應該有放這個東西 可是 所以她趁妳睡覺的時候 她跑去做了什麼 妳也不知道 她就在妳旁邊 妳不知道 我只有就是睜眼的那一刻 所以我看到她在廁所裡面 在那邊用手機而已 這好奇怪喔 就是她也沒有要幹嘛 然後就把妳 對 她可能是就是不想 讓妳睡著 不想要讓我可以 不想被打擾了啦 沒有 我覺得她應該是怕我 就是會比她早起來 會去要動她的手機 這一件事情 可是她也是嚇了妳一天 她不是長期嚇 對 但是因為後來我知道了 之後我就覺得 妳有問她說 妳是不是給我嚇了 我沒有講這句話 因為我覺得 她應該是有做這件事 因為我真的平常不會 妳這個人很除賴喔 我真的平常不會做 就是會問她這件事 因為我就是很冷靜的人 就是要過去就過去 然後後來 我就是 她現在下安眠藥 會不會改天下什麼毒啊 應該不會啦 她應該不會這樣子做 妳應該不至於會殺 而且 她聽起來 那個女生好像也不知道妳的存在 對啊 對 那個女生好像 對啊 那個女生他們見過面 還一起吃飯 怎麼不知道她的存在 然後她就會說妳是她女朋友 她就會說我也是她女朋友 就叫她起來 對啊 她怎麼還會說妳是誰 那女生知道她 不知道 因為可能 那時候我的男朋友 所以她愚蠢的程度 妳們覺得 一到十大概到幾分 十一了吧 超越十了吧 超越了 因為整個故事這麼冷藏 妳都沒有要去反應 也沒有去出 沒有啊 就是很冷靜的類型 最後到底怎麼 不會是她把妳甩了吧 沒有 最後是因為 我真的覺得太奇怪了 然後我就是有去問 就是她們出國那一件事情 然後我就問到一個同事 就是跟我稍微比較好的 然後我就說 她那幾天 是真的公司去出差嗎 然後她就說 出差 沒有啊 她們沒有出 她們就只是請假而已 然後我就想說 那應該就是她們 真的有出去 然後妳有去問嗎 我沒有去問 沒有 我不敢去問 因為我就覺得應該 再問就是會浪費力氣跟 就是精神 所以妳就自己默默分手 對 我就跟她說 那我們就分開這樣子 然後我還跟她說 如果妳想要跟那個女生在一起 那妳們就在一起這樣 妳應該 妳跟小三感覺很無緣耶 我覺得聽這麼多 最離奇的是 我有對朋友 她真的是 我聽到 我那時候聽到 我整個嚇到一整天 因為她們兩個 我這樣分好了 女生A跟女生B 她們是閨蜜 十幾年的朋友 從學生時起 然後就真的超好 就是革命情感的那種 然後兩個人還一起同時找了 另外兩個男生交往 一起到出社會 到同一個地方工作 就是同樣興趣到同一個地方工作 到一起結婚 就是她們兩對情侶還一起辦 想要一起變成一個家庭 然後一起出去玩這樣 對對對 就是雙倍約 然後一直都是這樣 所以她們是閨蜜到連婚禮 都是一起舉辦的 很美好啊 聽起來 對 超美好的 結果就是殊不知最後 小三是彼此的閨蜜 蛤 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她們四個人 A跟B 等於是混妻子 對 然後而且是 一年多後才發現 因為太好了 她們的橘子 有點像妳剛剛的故事 挑衝 就是可能 B的老公 幫A的老婆 挑衝 挑衝啊 或是她生病的時候 她第一個出現的時候 因為我剛好同一個班 就是她們班是那種系列的班 然後就同一個班 然後就說 我就去接她 帶她去看醫生 然後照顧她 然後因為她們 買的家 也是就是在同一社區 同一棟的社區 對 因為妳就是可以去 大半是鄰居吧 就是社區 但不是鄰居 對 然後就不同棟而已 所以她說我就先 她可以很正當地跟 B男生可以很正當地跟 B老婆說 我送A老婆回家 就是可以很正當 因為大家都太好了 可是妳剛剛說她們是 等於是兩邊交換 對 沒有兩邊 就是只有 B跟A在一起 但A就是 其他的 其他兩個人不知道 他們就覺得這些 都很正常 很虧 就是 很虧 就是整個 誰虧 就是如果都是互換 我覺得交換 我覺得OK 對 這當成一個 這一個也滿 對啊 好新的想法 但我覺得很 很好 很傷耶 因為是妳身邊最好的朋友 可是最後有發現嗎 最後發現 而且發現的原因是 我想一下怎麼講 B女生 到A女生家 然後去 反正就是聚餐啊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就是運動完 就在她家洗澡 洗澡的時候發現 她的置物欄裡面 有她老公的衣服 然後她就說 為什麼老公衣服在 你的置物欄裡面 代表是脫掉洗的嘛 妳就算送人家回家 妳也不會去人家家洗澡嘛 可是她們家停水 然後需要到她們家就洗澡 對啊 然後就 她以為她手洗了 手洗了 手洗了 對啊 不過這個T恤就打了 還好吧 她就整套衣服 可是她自己要知道啊 那女生回她什麼 她就說 前幾天我也忘了 她就是有點含糊 就是我也忘了 她好像有來借個廁所吧 然後借個廁所 對 她就是把這件事情 拿去跟我們這群朋友講 那 差不多 她就是 她就開始懷疑 但她覺得 她不應該懷疑她老公 所以她就來跟我們 這群朋友說 我看到我老公衣服在她家 我應該懷疑我最好的閨蜜嗎 然後我們說 怎麼可能去她家全身衣服 整套在置物欄裡 對啊 連包換內褲也在忙 而且住在一起 明明就是回自己家幹就好了 對啊 就這麼近 為什麼要去別人家洗 然後她就又鼓起勇氣 再傳連訊給她老公說 給她朋友 閨蜜 對 閨蜜 她朋友說 我可能記錯了吧 可能某天我們一起出去玩 我借了她的衣服吧 就是 所以她就開始懷疑了 她就開始在看她們的互動跟 簡訊 到後來她去到她們的同一個 工作環境去問問看別人 其實大家都說 她們都看在眼裡 她們有點太近 不敢講 對 然後 但不敢說 因為你們真的太好 都這樣回她 最後她們就真的早一天對峙 對峙的時候 四個人喔 四個人 她們就說 我聽很多人講這件事情 然後我也看到那個簡訊 然後什麼衣服還有這件事情 然後要不要說 然後其實她沒有說出來 但是都默認了 就默認了這件事情 所以友誼破裂 友誼破裂 但女生決定不合 就女生決定原諒老公 對 現在婚姻還在 婚姻在 但是工作場合已經完全不行 因為其實那個小三的女生 就是她的閨蜜 其實還在工作場合 去講她的不好 就說我會這樣當小三 怎麼會這樣 其實是因為她是一個很糟糕的老婆 這樣 是好朋友 是好朋友耶 真的是十幾年 從小一起長大的 對 一起長大一起選學校 一起畢業 一起出社會 一起面試工作 就經歷了各種大活動 我就覺得聽到 真的很傷人 好狂喔 什麼都聊 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 布希蒂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喔 鈴鈴鈴